作词 李宗盛 欢迎各位在此收看胡福奇社的变形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861集 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NA推出的恐龙部队当中的第四款火炎战士 致敬到了区幻三角龙的一款非常优秀的玩具 非常非常非常棒 它的体型大小呢 虽然是小比例玩具 但其实它已经跟官方的deluxe等级完全一样了 那它所附带的配件 还有一个这个是雷光或者是什么电击的特效件 那我其实我不是很清楚它能够安装在什么地方 这个如果你要装在口土的这个龙形的喷土的话呢 好像也找不到很适合的一个安插的位置 那有一个张张开的手掌的一个形状 这个的话呢 各位知道这个型了 没有特别打算把它给装上去 那它附带了一把大枪 那人物的其他细节的话呢 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展示 非常的饱满啊 后面这个弧形啊光泽啊都很漂亮啊 大腿啊小腿的内侧的话呢 一如既往跟其他几位恐龙的铜袍都是一样 大量的部件塞在这里 几乎龙形的整个下半身啊 后半身都是安插在这个地方 如果要我提的话呢 它可能有两个点 我觉得有一点点不是很不是不是很OK啊 就它那个手臂这里 它是可以往前面搓动 但是呢这个地方没有一个组合的卡扣 目前这里的松挺度还可以 那如果你会甚至说你把玩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不是有点松 你会觉得不太习惯啊 但它确实你说它提供的可动也是有啊 但是它松弛也是一个缺点 当然是它的膝盖这个位置 这里这个凸啊 这边好像割裂的稍微有点大 当然这个动靠片里的造型 有没有做成这样 我印象中也不是很深刻了 但这个都是很小的毛病了啊 NA的玩具一向倒角处理 变形的时候呢 手感都是不会手疼的啊 是非常值得加许一番的 面雕的话呢 整个大红脸 眼睛的话呢 这个像是墨镜的部分的这个蓝色 是有一点点金 应该是珍珠粉的一个涂装在里头的 手臂360度的转动是没有问题 而且非常紧实 手臂的平局啊 完全是可以达到一个180度的 二头肌也是可以转动 手肘弯90度 拳头的话呢 当然是可以转动的啊 那因为可以做一个替换嘛 然后腰身的话呢是左右 320度是可以转动的 然后呢这个往下面看啊也是没有问题 这个地方一样有做出来 而且它这一次的这一款的话呢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甩甩动起来 它也是不会晃动的啊 所以这一次的关节减实度的表现 我自己觉得是很好 那这个裙甲这一整片是连着腿部是一起动的啊 过度非常的自然 那侧踢侧踢的支持力度就稍微弱一点 膝盖啊可以玩超过于90度 脚踝的话呢 从这个地方啊也可以做一个啊 接地的一个表现 那我们的话呢也是把这个重心啊 着重在它的一个变形过程的解说好了啊 首先这个拳头给收进去 这个地方的话呢给扣下来 然后的话呢 这块布丁是往前面推过来啊 由后往前推过来 我很喜欢它的这个前提的这个造型啊 我真的觉得是非常的有趣啊 这个拳头插槽好像有点浅啊 我们把它给塞进去 这个卡扣扣上来 然后由后往上过来 然后呢我们把这整个龙头的部分往后面推出来 那这里的话呢 这个龙的这个这里有一个滑槽 你可以试着把它往外面推出来一点点没有问题 这个部件啊翻出来 待会要做一个结合 龙头的话呢暂时到这里就行了 再来我们先把它的一个身体这个地方啊 后面这个地方把它给挑出来 整个拉起来 然后呢后面这两片部件 把它给打开 这个部件待会要到龙的肚子下面 如何翻转上来 就是把它的这整个部件啊 这里先把它给 这里先把它往前推一些 往内推上来 往内搓一点 再把它这样整个翻转 这里这里记得头啊 它的头本来是这样 我们要记得把它往上面推啊 推一个90度 它整个的翻到下方来啊 这里 待会的话呢 这个地方再跟上面这里做一个结合 暂时我们先到这就行了啊 那么上半身整个变完了啊 来我们来进行它的一个下半身 这个人物变形的时候呢 是不需要做腰转的啊 那我们先把这一片部件 这里有一个锁扣 把它给挑出来 然后呢这个部件 侧边这里一样打开 整个给翻出去 翻出去之后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部件 往外面啊 先给推出去 后面有一段小尾巴拿出来 两侧不一样 这一端才有啊 另外一边没有这个小小小小尾巴 这个腿龙腿部分翻出去 翻到外面 我们可以先把龙腿这部分给翻出来也可以啦 这个比较简单 很直觉啊 翻出去这个地方盖板盖回去 那这里的话就提一下这边了啊 这里的话是这样 这个斜肩的部分呢 先给它转一个 转成直的 它只能这样转 你转另外一侧转不过去 至少我是转不过去的啊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部件 这个部件 翻出来 这里这一块部件 翻出来到这边 然后呢 它这里是你看到吗 这里有一个 有一个这边 它是有一个滑槽的 你把它往上面顶上去 然后呢 顺势的再把它给推到这边 这一块 看到没有 它本来是往下推下来转到这里 现在把它抬起来之后 转到外侧这里 然后呢 把它给转过去 那我们刚刚这个斜肩不是都转成纵向的吗 我们现在再把它转回横向 这样就把它锁定了 锁锁锁锁定到这里了 好 那我们的这一条腿的话呢 就暂时到这边 这个盖板记得把它给盖回去 这条腿就暂时到这里 另外一侧 也是一样的变法 我们先把这一块 这一片给翻出去 然后呢 侧边这里 推开 推开之后的话呢 把这个龙的这个腿翻出去 翻出去之后的话呢 先把这个龙的腿呢 给翻出来 好 盖回去 然后呢 我们处理一下这个这个这个盖板这边 我们先把这个地方给打成直的 打成直的 然后呢 这一片部件 推出来 推到这里之后 对吧 把它往上面 搓上去 往上面 搓上去 然后呢 继续往前面盖过来 盖过来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给盖回这边 然后再把这个 斜肩的部分给转 横向 它只有一个方向能转啊 好 把它给锁定住了 好 有点滑啊 因为这个 你可以看到 整个是一个圆弧形啊 好 拿最好 这个这个尾巴的部分 就把它给翻出来 好 翻到这边 好 那么到这里的时候的话呢 我们看到这里 那我们这边要记得有一个东西 就是呢 把 这个 这个 两个尾巴的部分 转到朝身体的外侧去 因为这样一来的话呢 我们才能够直接的做一个这样子 翻转 才比较不会干涉到 来这样子翻转上去 那这里记得 这个 膝盖这个位置 这个双动关节的折法 以及呢 这里 这个部件 我从上面这里给各位看 这边 它盖上来的时候看到吗 它这里不是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 这个直角吗 这个直角要盖在 它的一个裆部的上面 吃在它的裆部 裆部 裆部的上面 这里一定要记得 好 那我们这边的话呢 这里 这样子 这个地方记得 这个 这个连接的杆是要整个 连同腿是整个是一条直线的 整个给拉平 这样子 好 到这边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做一个合并了 合并的时候呢 建议啦 从尾巴先合并 然后呢 两个肚子这个地方 这边我稍微提醒一下好了 这个地方扣进去的时候呢 如果你发现呢 你扣不太到 有可能是这个部件 你的转动呢 没有转好 记得这个时候稍微往里面一点 这样子过来 它才能够顺利的咬合上去啊 好 那我们就接着呢 把两侧都给密合完成 腿部的话呢 就把它给放下来 然后呢 尾巴这边 它一个 两个 黄色的图就扣进这里 灰色的两个 好 这样子的话呢 整个后半部就稳定了啊 好 那铁头是说 这个地方要扣紧 然后还有这个地方锁定 它的后半部基本上也就OK了 那它的一个身体的前半部很简单 这个地方 记得 这两片啊 有时候 因为一开始我就把它翻出去 但是变形过程中 就不小心把它给压下去 记得要把它翻出来 因为我们需要这个洞 跟这个凸做一个结合 这样子 到这边 这也是最后的 哦不对 倒数第二个结合的位置 在这边 好 这里都把它给扣上去 以及呢 最后就是我刚刚一开始我们说的 这个从人的背后翻出来那两片翻过来 到这边 然后这里做一个 简单的结合 其实这两个卡扣呢 看上去好像能扣紧 其实它是靠这个地方的 紧实动呢 却把它给hold住的 那还有一个地方没变到 就是它的一个下巴 那记得翻出来 翻转180度 那它的龙形的这个地方 你看到这里有一个滑槽 这个滑槽的话 各位可以自己去做一个 拉出来推进去 看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看 它有一个 如果你拉出来 你它的头当然左右的一个洞的幅度会比较大 还好就是这个嘴巴 我个人建议不要把它完全密合上去 你密合上去之后的话 我觉得要推出来不是很好推 那么这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NA的恐龙部队中的火炎战士呢 它的一个从机器人到一只非常凶猛的三脚龙的一个变形过程了 它的恐龙形态 我比人形状态呢 我更加的喜欢 一整个非常圆滚滚的样子 这个就是一个类似滑鼠的一个手感 那它的可动的话呢 也相当相当的不赖 嘴巴可以张开 这里的话呢 有一个部件 可以结合刚所附带的火焰特效 那我刚刚有提到说 这个闪电的这个特效 这个装不上去 它的这里的话呢 虽然有凹槽 但是扣也扣得不是很紧 而且就算你扣紧了 这个造型也是有点奇怪 所以我就只能说 嗯 我也不知道 这个这个只能这样 借位靠一下是吧 喷出闪电还是干什么的 好 那它的头部的话呢 如果你把这个关节 把它给拉出来 多一点的话呢 它的头左右动的幅度呢 就会大很多 那嘴巴张开最大 可以到这么多 非常的可爱啊 那这个头关 也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幅度的调整 头上的脚的话呢 应该是三角龙形 应该是这样子的 然后人形的时候是保持这样 那这个嘴巴就是 我提了就是稍微的把它合一下就好 而且它是怎么说 这个可以做一个表情 因为它这个是可以歪一下的 你的嘴巴会歪一点 你可以歪这边 就有点露出一条缝的感觉 有点尖笑的感觉 那头上下也是有相当大的幅度 那前肢跟人形的前肢是一样 而且我真的很喜欢它这个提的一个造型 这样子往前面斜斜的这个样子 看上去都很凶猛啊 这个头还可以往斜上看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赞 然后后肢的话呢 360度的转动没有问题 然后呢 只够往前往后都有一定的幅度 往前是比较多啊 然后这个尾巴 你看它有做 当然这个你如果说这个裂开这个尾巴是一个缺点 那就也是啦 没有错 但是它确实是没有这个缺口 还没有办法这样子动的啦 那整个人物的造型的话呢 你翻到底盘来看 也是包得非常非常的扎实 可以说是一款非常出色的一个恐龙的变形 的一个载具形态啦 那我就稍微也对比一下 其他几个这个队友的成员 首先也是圆滚滚的这个雷龙 我自己觉得这一次的三角龙的话呢 这个龙形态会比一样是四足战力的话 我觉得它比这个雷龙的话呢 要好上个更多 那我们大小对比一下钢索 我突然觉得钢索你怎么变得这么苗条 对不对 你这样一看的话就会发现钢索你是不是瘦了 你是第一个出生 所以你早产了吗 你变得很瘦小 那这个至于这个翼龙的话呢 不好意思 给各位看到这么猎奇的画面 你为什么把头给露出来呢 这个翼龙的话 我们就直接的把它给展开好了 让它以一个龙形的姿态好了 OK 那非常高兴的话呢 已经玩到了NA的第四款的这个恐龙金刚 这一次的这个三角龙铁渣 我真的觉得做得非常非常的不错 质感上啊 涂装上了 手感还有变形上的设计 我觉得都是非常优秀的 强烈推荐大家啊 真的这一款可以入哦 那今天的话呢 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